社会步调快 现代人压力大 罹患忧郁症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桃园市去年启动产后忧郁心理资商 今年是扩大服务的范围和对象 包括了怀孕中或者是由女性常见的五大癌症 都纳入了心理资商计划补助的对象 桃园市去年5月启动产后忧郁心理资商计划 补助产后6个月内妇女及配偶 心理资商费用以及中医诊疗费用 原本属于卫生局的业务 也转到今年刚成立的妇幼局 健康管理科科长吕素兰说明推动成效 执行到现在已经有7145人 接受我们产后忧郁倾向的评估 其中有1090人有产后忧郁的倾向 有213人接受心理资商的服务 86人接受中医诊疗的服务 另外有795人接受我们电话关怀的服务 桃园市今年开始更扩大服务对象 将怀孕中的妇女和配偶纳入 另外为了健全照顾妇女心理健康 也将罹患乳癌 卵巢癌 子宫相关癌症 结肠及直肠癌 肺癌等 女性常见的五大癌症都纳入心理资商服务 去年我们的补助对象主要是针对产后六个月的妇女 今年我们扩大了我们的服务的范围 把怀孕中的妇女以及配偶纳入我们的服务对象 那另外为了健全我们本事的妇女心理健康的这个部分 我们今年首先把妇女的常见的五个种类的癌症 纳入我们的一个服务对象 不只政府推动民众的观念也要松绑 多加善用心理资商服务 让自己快乐起来 重启人生